2天他連給我電話都沒有 兩天他連給我電話都沒有 我就覺得很完美 出發和獎今天在新北市新莊棒球場舉辦記者會 介紹新球季教練團的新面孔 二軍外野教練許豐斌 一軍外野教練黃甘霖 一軍投手教練吳俊良 首席教練郭劍玲 總教練洪怡忠 總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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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帶領球隊拿到那麼多冠軍 我覺得他一定有他的功力 還有出力投緣可以進行 那我過去16年代LAMIGO 我現在代夫方 事實上是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還是照我的TEMPO 照我的訓練方式去進行 大家都知道我在訓練這一環 事實上是還蠻辛苦的 那我希望 穿訓下去的時候 我希望選手能夠接受 不要再非要罵 林瑞蔡晨如表示 去年防禦翼王羅利續約的可氣相當高 其實現在談約是蠻順利的 其實蠻樂觀可以選下台 那希望在近期可以有好消息 其實我們現在羊頭規劃蠻能力的 就是 當然收拾已經確定了 還有武卓跟包林杰也會回來 如果羅利可以回來 那就是羊頭看春訓的表現跟狀況 看開機是哪三位 新任總教練洪宜中坦晨 損占富邦是因為環境因素 我離開 我只是覺得借你福利比較好 所以你給我三年 那我就過來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不是突然的離開 因為我在一開始 去年球季結束的時候 我就有跟球團講了 我以前不爭取是大家有一個故事 那現在公司賣了 換這個 你是不是要給我三年的合約 以我的成績爭取三年是OK的 只要你不願意 我一定會辭掉 因為我覺得我有點倦怠 在這樣一年一年我受不了 我已經很篤定了 但是他還是覺得我不會 我回來我就 考慮兩天 他都沒有給我電話 我當時講話就很高興 然後就很開合 兩天他連給我電話都沒有 我就覺得我能完蛋了 請問新闻網路會議 劉思審新北報導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